一代宗师刘家梁师傅与癌魔抗战十多年,今晨于仁安医院因肺炎并发症离世,终年76岁。 仁安医院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,出席的有好友陈百祥,主诊医生莫树锦,却不见师傅的一双温静精和两个女儿。 主诊医生莫树锦是香港中文大学临床祖学系的教授,他表示认识刘师傅是在1997年的事情, 他当年是在94年正式患上淋巴腺肿瘤,曾经接受过治疗,但之后复发,复发时经历一位医生朋友介绍,便开始在维尔斯青黄医院由他主诊。 十多年里经历了不同的治疗,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,他大赞刘师傅除了在戏剧中,现实生活中面对癌症,也是一位英雄。 刘师傅不单只是在戏剧中或者在影视中的英雄,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癌症的时候,他也是一个英雄, 他对付很多不同的疾病,很多的并发症,或者甚至是很多不同的治疗,他都很勇敢地面对, 而每次治疗的成效也都好,他也是说继续很正常的生活下去, 就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,最终在2011年的时候,他的病情转变为了一个骨髓的退化症, 以至他的白血球,血小板都是市场的偏低,在过去的一年多日子,除了有治疗之外, 他都市场是进出这个威远接受输血,输血小板和抗生素, 一直直到今年的6月初的时候,他开始有持续的发烧和感染, 亦都是因为发烧感染的时候,他都不断的接受抗生素, 但是在6月18、19日的时候,他的肺炎就开始转得更加严重, 就是在那个时候,他们决定转过来这里人安医院, 在人安医院的时候,在头的24小时都稳定, 但是跟着在6月21日的时候,他的病情就转叉, 他的肺炎也都变得更加严重,呼吸也都有困难,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的时候,他的家人的意愿, 就将他转到我们的心切治疗部, 在心切治疗部是由李医生所负责, 将以后的时间交给李医生, 简单讲讲在心切治疗部所发生的事情。 莫树锦表示,师傅正式离开的时候是早上10点17分, 他受了师傅妻子温金景的委托, 所转述了温金景的要求称, 翁小姐也希望有一个要求, 就是说他们现在是一个相当哀伤的时段, 他希望尽量能够安静度过这个时刻, 大家家人的互相扑斥, 他也希望各位记者朋友尽量不要骚到他们, 让他们有一段时间去经历和适应这段悲痛的时间, 而这个治疗委员会的主席将会是陈伯祥先生, 他会简单介绍他的计划。 对于刘家良的离世,身为好友的陈百祥, 神情哀伤,一直陪伴师傅病态前的陈百祥表示, 师傅在清醒时的医院是以佛教形式举行葬礼, 遗体将会火化, 并称师傅走的时候很安详, 家人和前妻、好友也都陪伴着他。 用佛教,用佛教, 初定是因为我都要联络, 还有旗等样东西, 我要订好先来回答大家, 但是保福山就买了, 就是他为火化的,可以认识。 有没有美术教,佛教呢? 佛教,佛教。 想问林师傅今早, 除了交代要办公審头线之外, 有没有其他说话呢? 其实, 由前日开始都说不到清晰的东西, 因为要一直用呼吸器帮助, 这些是他之前说的, 我希望能够做到。 有没有说过不认识谁? 没有什么, 我觉得他都去得很安详,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时间都差不多。 好像说两个女儿都在外国? 是,两个女儿都赶到回来, 两个女儿当然是不愿意, 即是爹地这么快去, 所以其实人安安安排得很好, 一个套房, 所以两个女儿都在长谷陪她, 其实, 还未到。 那些大一点的女儿, 一直都有来探她, 家榮哥也有来探她, 一直来我们都在联络, 因为家榮哥也是我们自己很久的朋友, 也是我们明星队的其中一个成员, 我只是跟家榮哥说, 家榮哥说他都很伤心, 他不想出来见大家住, 他说大家都希望我出来代表他们, 讲几句话和多谢你们的关心。